标题,百感焦急的聚餐 文章内容,那是一个温暖的晚上,我和一群好友相约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聚餐 这次聚餐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每个人都充满了百感焦急 我们坐在一张圆桌旁,围成一个圆圈,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得让人感到温暖 餐厅的灯光柔和,音乐轻轻地流淌在空气中,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盘子一个接一个地上菜,诱人的香气弥漫在整个餐厅 四季豆,宫宝鸡丁,鱼香肉丝,各种美食使我们的食欲大开 我们用筷子夹着菜,将其轻轻放入口中,品尝着每一口的美味 这时,延接词不仅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们不仅在享受美食,更在享受着彼此相处的时光 在这个聚餐中,我们谈论着工作,生活,家庭等各种话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四字词语,言归正传,在我们的对话中时常出现 有的人分享着新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成就,有的人谈论着家庭的喜悦和困忧 我们用耳朵倾听,用心理解,彼此分享着喜怒哀乐 随着聚餐的进行,我们的情绪也随之波动 有时欢笑声震耳欲聋,有时沉默彷復凝结了空气 这时,样词一阵似乎最适合形容这种转变 我们的情感在一阵欢乐中迸发,又在一阵沉思中凝固 聚餐即将结束,我们开始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我们分享着童年的趣事,回忆着曾一起经历的欢笑和泪水 在这个时刻,百感交集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用四字词语感慨万千来形容这种复杂的情感 我们惊讶于时间的飞逝,感慨着友情的珍贵 最后,我们挥别了这个温馨的聚餐,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然而,这次聚餐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回忆和深深的感动 我们明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友情是如此的珍贵和重要 这次聚餐中,我们不仅享受了美食 更重要的是享受了彼此相聚的时光 我们用言语和眼神传达了无法言喻的情感 用连接词将我们的心灵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个百感交集的聚餐 让我们更加珍惜友情的价值,并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500字已经满足了您的要求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或需要进一步协助 请随时告诉我 分享 分享 分枉